麦菲说她今天都在律所 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座位 大红 你自己也是律师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 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 不能马上答复你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 我们真的很急 我们 我们指谁 你给你丈夫 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 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 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 我也没跟他说过 他也没问过我呀 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 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 因为他四处打听 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 大家都跟他推荐你 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 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 又是曾经的同事 没错 那时候他是封印的客户 我们是封印团队的成员 你可以让他继续找封印 封印老了 全怕少壮 你是少壮派 我接不了 为什么 我不想面对你丈夫 没事 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 我没那么开阔 你不了解他 我不需要了解他 他要是认准了你 他认准了我 我就要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他要是认准了你 就会一直找你 甚至会亲自来找你 那我就亲自拒绝 为什么呀 难道这么多年 你一直没放下我吗 官司有输赢 我怕万一输了 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 可是你从来没输过 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 行了 输了我们就认 我认不了 那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敢接呢 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气 是蓝虎吗 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 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 还有一个成语 叫守口如瓶 我知道啊 他老公啊让人给告了 重温第一个成语 明知故问 好 那你说 这罗宾他会接吗 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 守口如瓶 嗨 江文姐 罗宾 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件之仇啊 我跟谁有仇 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 退一赔三啊 一千六百五十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蓝虎没有找过你啊 有关系吧 你也去低下车工 当然不 五百五十万的进口豪华车 售钱为修夥 车主最后货一千六百五十万元 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 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 车主称 销售商承诺 是前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 但是保养时发现 车有过大修记录 依审判决 撤销合同买卖 车主退车 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 做出三倍赔偿 车主将会非常好 你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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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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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入我的生日 门就开了 你别紧张 你家又不算什么国家经历 但我的住宅 受法律保护 准确地说是受宪法保护 宪法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 不受侵犯 所以啊 那就请你不要知法犯法 那你告我呀 你就告我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行为人在未经住宅主人同意 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 或者经要求退出 仍无故拒不退出的 原则上就已经构成 非法闯入他人住宅 按理应立案予以追究 我在办公室没有答应的事情 在家也不会答应 那我就不离开了 你这是不讲理 我没打算来跟你讲道理啊 你去哪儿 我走啊 你为什么要走呢 现在是我闯入了你的住宅 你可以报警抓我 你已经劝我离开 但是我拒不离开 报警 我现在把你打120 我现在把你打120 怎么了 我不想跟你阐涉不起 我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 我肯定不会再来求你 但是我没办法了 我一审输了 现在网络上报纸上 全都是我们的负面新闻 说什么这是史上最贵的 汽车维权案 我们必须要上诉 二审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们不能被贴上不法商家的标签 我老公被气得心脏病放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我可以给你推荐律所 律师 我不要 你认识的律师我也认识 你推荐的律所我也能找到 但是我不信任他们 我们医生找的 也是大律所的大律师 官司输了 他一点歉意都没有 那依你的意思 官司输了 律师要给你写一份检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也有律师证 所以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渺茫 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 我也要去努力 我们输不起 老病 老病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可以去找何赛 何赛 你怎么想得把我推给他呀 何赛和汽车流通协会 专家委员会比较熟 那有什么用呢 你们之所以一审被判赔 一千六百五十万 是因为你们被认定消费欺诈 只要你们能够证明 你们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 怎么证明 让何赛去找专家 说明PDI程序是行业惯例 是否告知消费者 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并且更换车窗 补期行为 并不会对人身健康 安全 构成潜在威胁或者实际损害 所以不构成下位欺诈 现在你可以走了 现在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 不客气 以后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你还怨恨我 不 我不喜欢占朋友的便宜 但也不喜欢被朋友占便宜 你是怕我以朋友的身份 占你便宜啊 不是朋友 谈不上占朋友便宜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二审胜诉之后 一千六百五十万 就是我们付你的律师费 我们不怕花钱 我们注重的是伤欲 就跟何赛谈吧 你确定 我确定 我突然觉得 我们有很大胜算的可能 当然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要给何赛送这么一个大礼包 因为我不想 占这个便宜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 所以呢 我能不能够 我不后悔 也不后悔什么 无论什么 只要过去的 我都不后悔 向你学习 心想是这样 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对不起 我还有工作 我真的好几个电话都没有回 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她比丽娜更适合你 你知道我们两个 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 因为 你不喜欢听到真话 谢谢你的酒 走了 你 textile 你不喜欢 紧张 你 atual monitoring 多疯了 你变得患 那你不能做 没什么 那我还扶比如你 我也要告诉你 喂 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 我剥错了 没有什么事儿 我不错了 一个电话有可能 但是连续播错七八个 可能手机中毒了吧 自动播出的 对不起啊 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吧 没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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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维修情况 故可以认定其故意隐瞒车况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故构成了欺诈 经销商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之时 新车尚未到店 也就是说经销商 当时并不知道 车辆存在的瑕疵和问题 而经销商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之前 已经对车辆存在的瑕疵和问题 进行了处理 并且进行了记载 将这些记载的信息 上传的原告可以通过一定途径 查询到了网络平台上 也就是说经销商 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意图 你好 你好 和蔡老师 你好 那 看看这是谁 还认识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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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阿姨 咱们大学宿舍的保家姨 我当年跟康阿姨很熟的 康阿姨 还认识这是谁吗 认不出来嘞 何赛 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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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赛 娘 娘 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 比现在瘦的多的多了 康阿姨 何赛现在就不愿意听 别人说的肥 虽然她确实很肥 挺好 挺好 康阿姨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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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啊 不是您的案子呀 这康健是谁呀 南提 我爹呀 今天就失了 稀里糊涂的 就签了这么个合同 就失了 这脑子还轻住吗 精神没问题吧 是不是老您痴呆了呀 这是 何赛 阿姨 您别在意 她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知道 我知道啊 那个 我找了校长老师了 都给我出主意了 说我爹要是糊涂了呢 这合同就无效了 可是我们家的老糊涂 一点不糊涂呢 身体好之呢 搞之清楚 怎么看也不像有病的 她就是让中介给忽悠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罗老师 姚江和她的律师到了 她有预约吗 有 我跟丽娜姐说了 就是预约的今天 康阿姨 这样我来了一个客户 要去先接待一下 你跟何赛说 您放心 我们一定替您讨回工作 您忙 忙 您坐着 您坐着 你忙你的 电话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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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接怎么知道骚扰电话 打十几回了 今天的日程里有摇降吗 没有啊 有 丽娜姐 你看一下手机 我是在微信上跟你说了 对不起 我忘了 可以约到一块去了 等一下你记得 把康阿姨的合同复印一下 好 我现在就去 这两天你不是说 要休假吗 我先不休了 陆老师 不用解释 不是你的错 不是 丽娜姐 我感觉她最近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她经常魂不守舍的 你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 我就搅着这事不公道啊 不能这么欺负老年人呗 男爹就是躲了 成天在家我这 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事情 他脑子里就搅着一百块钱 又多得不得了了 根本不知道房子的价格 他要知道的话 根本不可能签这种协议 我是姚江的律师海叔 书赢的书吗 不 书展的书 同一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好 我也喜欢看门见身 我们希望你们撤诉 撤诉 条件呢 什么条件吗 我不能讲啊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子的 这是百敬红不要的项目 他自己扔到垃圾桶了呀 我们捡过来之后 带到新的公司 我们做大了 他眼红了呀 他就来告我 他说我利用职务之变 偷取了公司的信息 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 他自己扔掉的东西 扔 能晓得吧 怎么扔就是不要了呀 他不要 我捡起来我做大了 他现在眼红他来告我 可不能讲 天底下有这么滑稽的事情吧 可是他有专利产品证书 你没有 那个证书我晓得呀 那个也是在我们做大了之后 他才去申请了吧 那你和你现在的老板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产品大卖之前 想到去申请专利呢 据我所知 是您给他出的主意 找人修改了图纸 然后去申请的产品专利 这从申请产品专利的时间 就能看出 这是我们产品大卖之后 据我所知 专利申请 被谁抢先注册 对谁就更有优势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你说 您信仰法律吗 忽视专业技巧 谈信仰法律是要输官司的 而且一点都不约 是赔了 我们还没有谈完 我谈完了 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谈完 可以跟我的助理继续 顺便说一下 我从不跟忽视专业技巧 或者缺乏专业技巧的专业人士 谈专业 哥们看看呀 那你来看看了 咱都搞法律程序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到明天训续续续了 像这种轻微瑕疵 未告知消费者的 是否构成消费者权威法中的欺诈行为 这是本案的焦点之一 我接受个电话采访 看一眼 您说 故事走了 您说 您说 对 对对 你怎么可以让她哭着走了 你还指责我 为什么让她哭着走 是你把她甩给我的好不好 我没有把她甩给你 我是因为有其他的客户 你明知道康阿姨这个时间段会来 你干吗还约其他的客户 我说了 我马上就回来 马上是多久 一分钟 五分钟 我等了你整整十分钟 你知道吗 律师出售的是时间 你把你自己的时间 用作收费咨询 让我在这儿给你还人情啊 你把康阿姨当作人情 你把康阿姨当作情人啊 请你以后不要指责我 没有拿你当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 把我当作过朋友吗 是的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也考虑过把你 画到我朋友的候选名单里 但现在被彻底画掉了 鬼才相信 没错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相信 康阿姨那合同就是这么签的 对吧 白纸黑色的 你让我怎么样啊 喂 刘主编啊 他们走了 我给了他们逃生的机会 但是他们觉得冤 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 他应该再离开白金红公司当天 就把自己的作品申请专利 他只是一个设计师 他不懂得产品专利法 他以后就会懂了 也许他没有以后了 你是说我毁了他 我是说您应该设身处地地 为他着想一下 他在白金红那里 并没有得到赏识 他自己辛辛苦苦 设计出来的东西 被老板亲口告知 没有市场前景 他当时都抑郁了 不是他对不起他原来的公司 原来的老板 而是他原来的公司 原来的老板 对不起他 我们不是他的律师 我们是白金红的律师 但是这对他不公平 我们都知道 这是他的设计 是他的产品大卖了之后 白金红才翻出他原来 留在公司的图纸 稍微改了两笔 就去申请的专利 是您给的律师意见 是我给的律师意见 我之所以给他律师意见 是因为白金红是我的客户 他跟我们签署了专项法律事件 委托合同 我们是专业人士 所以就要给出专业意见 而不是像今天来的那个 叫什么书的律师 只会一味地谈法律信仰 却连基本的专业技巧都不具备 但是您在给出专业的意见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兼顾一下公平 公平 你知道什么叫公平吗 公平一定是具体而微的 就像这份合同 按照合同法是完全有效的 但事实是他们欺负了一个 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那难道说我就可以这样 站在法庭上 仅仅指责他们缺德 就可以讨回公道赢得官司吗 但是法律最重要的 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 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 好 还有事吗 您再考虑一下 毫无疑问 中介隐瞒了真实的市场价格 如果房主能够掌握到真实的市场价格 绝对不会签署这样的委托协议 老人的身体健康 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而中介公司也不存在任何欺诈 协迫的手段 或是趁人之危 所以我方认为 这份带有佣金分成的房屋销售代理合同 是有效的 法律最重要的 是维护公平正义 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 而这份销售合同 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就是 原告是一位对中介表示完全信任的九十岁老人 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可撤销合同 下列合同 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一 因重大误解而定立 二 在定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 而本合同就是基于重大误解定立 同时又显示公平 小罗爷 太谢谢你了 我得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你 阿姨 知道 如果您一定要谢呢 首先您得谢谢我们封主任 他很支持我们工作 然后呢 您应该谢谢我的助理 就是他 戴希 那句法律最重要的就是 维护公平和正义 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 那也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 就是他说的 这 哎哟 谢谢你了 谢谢助理姑娘了 谢谢了 康阿姨 这不是助理 康阿姨 对不起啊 那个 你们稍微打断一下 史生最贵退一赔三棋车案 二审终审判决 被告赔偿原告十一万元 还承担了三十一万一千元的诉讼费 神反转 老大 我建议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传统 那就是每赢了一个官司 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庆祝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罗宾律师一周就得开个派对 不不不 我是说呢 像这种重大的官司 实现了神反转的 我觉得这样 应该形成一个我们的律所文化 我们要让公众知道 我们的律所 是一个什么样的律所 我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同时呢 应该让主管部门知道 律 律协呢 准备表彰罗宾律师 为他扶持弱势群体做出的努力 我们律所呢 已经上报了总部管理委员会 准备寄身罗宾律师 为高级合伙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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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我 我 我刚刚为了咱们律所 打了一个神反转的官司 一千六百五十万呢 娘 一千六百五十万呢 娘 那个 小罗儿啊 你看我 我给你们多少钱合适 这个事当初咱们也没说好 你 康阿姨 您这个不需要钱 我们对您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免费的 不要钱啊 是 娘 娘 娘 小罗儿啊 谢谢你们了 康阿姨 不用老说谢 不用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真是谢谢你们了 谢谢了 那我们送康阿姨出去 好 让她送走你 谢谢啊 好 谢谢 可以了 拜拜 您可以下班了 谢谢您 那我给您换杯茶吧 不用我换了 那我把茶杯 还有茶壶给您洗干净 不用洗啊 可这是您定的规则 我必须要洗干净 为什么要定制规则 你懂吗 定制的规则 就是为了遵循规则 不对 制定规矩 是一部分人制定规矩 然后让一部分人去遵守规则 可他们从来不遵守规则 还说自己是不按常理出派 他们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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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了你不能来这儿吗 我们说好的是 我不去你办公的地方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还有我在协城上 给你买的回城的票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 你不平安 南战 一定要记住 看外国人 那么两个人 你看海浴 你怎么又来了 你要有什么你说吧 我要你孝敬我 照料我 看护我 心疼我 热爱我 怎么了 这香油进口了吧 还真香 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那你好好学一下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护费的归顶 那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护费 我不管这叫什么 反正在法律上 你有赡养我的义务 你给我钱那应该的 那叫赡养费 对 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 不叫保护费 你不能动不动 就来骚扰我 威胁我 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 我来就想告诉你 你也不能动不动 拿点火车票 就把我打发走 这是我家 这是我女儿家 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 我看警察能保护怎么着 反正我没地儿去 你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 你对我有误解纳吗 丽娜 是 丽娜 丽小娜 你姓丽 是我的姓丽 你走 我走 我们好好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们好好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那行 那你什么时候 想谈什么再说呗 那着那么急呀 是不是 你到底要干吗 我没要干吗 我 我就是 想等你 什么时候想跟我谈 你等吧 转发 您好 我在协程上订的房 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好嘞 先查一下 好嘞 先查一下 稍等 我用手机支付行吗 我出门时候换了一个包 我钱包在另外一个包里 没问题 身份证出示一下 我身份证也在那个包里 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入住 手机现在都实名认证了 这个不行 身份证复印件是要上传的 那微信和微博行吗 也是实名认证过的 对不起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证件 手机那不是证件 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老师的 网上 老师 白 鸝 公子 我 尤其 温 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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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陪你去找他 这不是无赖吗他 算了 这么晚了 真把他轰到大街上 他还真没地去 那他之前都住哪儿啊 这儿混混 那儿混混 现在岁数大了 跟谁混都不招人待见了 就来找我了呗 如果他真的要赖在你这儿 你还是真的不好赶他 就算是报警 警察来了 他也是你父亲 你也不能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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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欢迎再次乘坐里程专车 谢谢 再见 谢谢师傅 不客气 你们俩今天怎么坐同一部车来上班啊 盒子老师 待会儿咱们仨还得坐同一部电梯呢 戴希 你现在跟罗宾学的这样特别不好 我学他什么了 傲慢 偏见 怎么了 丽娜 盒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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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最近看她 有点不太对劲呢 交男朋友了 男朋友看不上她 不会啊 你快跟我说呀 我这血压都升高了 那您赶紧去吃点姜安药啊 隶南哥 本来再拿啤酒啊 小小多帅 你来这儿干吗 不是 你把钱包往家里了 我怕你以为丢了着急 就给送过来了 是啊 还专门让老父亲 来送一趟 这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没事 那个丽娜脾气不好 都是我小时候给惯的 这个 没办法 就这么一个女儿 怪我 能理解 能理解 这个当爸爸的爸 都这个惯着女儿 这我们家就是 我爸特别惯着我姐 我姐就脾气可大了 是吧 罗宾 你们家也是吧 你爸是不是特惯着你姐 是吧 你看 是 这是当父亲的容易吗 你说 要不怎么说 可怜天下父母亲呢 您说得没错 你们领导特好啊 哪天要上我家去啊 我给你炒俩菜 我当个厨子 我有证了 咱俩来喝两口 好 没问题 那行 那那你忙我 我就走了啊 辛苦你送一下李叔叔 别别 留步 留步 别别 我送了你 是 那这边 这边 好 你怎么会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人家父亲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对不起你 他希望你能原谅他 他是爱你的 那我要是不能原谅他呢 不原谅他也是你父亲 这该死不了 你好 庄先生 您的外卖到了 给您放钱拿了 麻烦您取一下 还好 不客气 带西 有罗宾律师的快递 好 对了 你把丽娜的也带过去吧 他俩都不在 好 勒你 他俩好像一起走的吧 谢谢啊 好 他们两个同事都不在律所啊 我记得你上次犯错 好像是罗宾听你说的话吧 这两个同事都不在律所啊 我帮你拿吧 谢谢 没事 我就证明一下啊 首先 上次那个问题是一个小错误 第二 人家客户本来也没有 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第三 我已经及时做出了弥补 不过话要说回来 自从罗宾从香港回来之后 客户就变成他的了 你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 什么叫做恩将仇报 好 你看看 我一直等着你们呢 来 罗律师 请 随便坐啊 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 坐啊 您别老站着 没关系 我习惯了 您今天找我们来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就是这个丽娜岁水不小了 我是想着 什么时候结婚吃体堂啊 你说这干吗 我把罗律师请家里来 唠唠家常不行啊 这个人怕见面 话怕唠 如果罗律师对你有意思呢 那 就趁着我在 就把你们俩事定下来了 如果人家对你没意思呢 你也就别瞎琢磨了 我们俩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娜娜 丽娜 我是你爸 我还看不出来吗 你喜欢谁 你嘴上不说 但眼睛藏不住 你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 你说吧 没什么事 我的事就是你 你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 才会想到我 你又遇到什么事了 需要多少钱 你赶紧说 我是真的希望你幸福 谢谢 迄今为止 我所有的不幸都和你有关 林大 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吵架的 您有什么问题您先说吧 其实啊 我也没什么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们俩 我的事不用你管 说你自己的事 你看我这闺女 这样吧 咱们也不用绕了 你有什么诉求 就直说吧 其实 我这诉求特简单 养儿防老 是吧 我现在岁数大了 而且我 我一身病 我没地方去 我只能住在这儿 凭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是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 你没有贡献过一分钱 就凭我是你爸 你作为女儿 你就得尽这个 这赡养义务 我现在想起来你是我爸了 你老了需要人照顾了 想起来你有这么一个女儿 你叫我干吗来着 你干吗 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呢 当年就要把你打掉 当年你就是要把我打了 是我妈坚持的 是你妈要把你打掉 是我心软好吗 我给了你生命 你不说 你该的我那是耻辱 我都找你我 干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打人 哪怕动他一根直到 行啊 长本事吧 找人打你爸了 喂 往这儿打 我死了他 你打不送你 你送了你 来呀 的 LEA 방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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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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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来看房子吧 是不是 怎么问你们家房子啊 我说多少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娜娜 这 这 看房子什么意思啊 我 您拨打的电话呢 您好 您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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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找谁 找女儿啊 请问您女儿是 丽娜 不好意思 丽娜现在休假了 休假 上哪儿啊 抱歉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找罗宾 先生 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你们这不是预案预 什么预案预 不好意思 罗律师特别忙 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 可能见不到他 他哪儿那么大谱的 先生 你别多闪开你 保安 请上来一下 好好好 那什么 我给罗宾打电话 行了吧 我有的名片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他肯定在 他火灯我女儿卖房子 不孝敬父母 什么玩意儿 赶紧让他们出来见我来 先生 有王法没王法 要不这样 您先在那边坐一下 我们给他的助理打个电话 我哪儿得耐心呢 赶紧的 喂 罗律师今天在律所吗 罗律师今天出庭了 不在 怎么了 前台来了一位先生 他态度特别强硬 他一定要见罗律师 好 我知道了 先生 我已经给罗律师助理 打过电话了 罗律师今天确实是在出庭 什么出庭不出庭呢 我告诉你嘛 我今天必须得见到他 怎么了 戴希 这位是罗律师的助理 戴希 您好 请问您找罗斌律师什么事 他为什么躲着我 不敢见我呀 对不起 他不在律所 什么律所拦锁的 你赶紧把人叫出来 我跟他说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啊 不敢接是吧 法庭上不能接电话 那你告诉他 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 卖来让无家可贵 我住他们家去 那除非罗律师 同意您住他们家去 如果他不同意 对不起 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 我为什么不能住啊 你说不能就不能啊 你说谁呀 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 或无法律依据 进入公民住宅 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 经要求退出 而拒不退出的 被称为 非法侵入住宅罪 乱就完了 我不懂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这儿卖弄 你读过书上过学 我读书少 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罗宾不在是不是 行啊 带我找他们领导去 对不起 你别唠狗的 对不起 对不起的 你麻烦就着 带我找他们领导去 不孝敬父母 天理难容啊 还有人管没人管啊 他宁可把这房子 让那野男人给卖掉 也不让他亲爹住 天理何在啊 是您抛弃弃子在先吗 谁跟你说的 是罗宾还是丽娜 丽娜出生的时候 您在哪儿 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 您又在哪儿 我告诉你啊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是吧 父母的心也是肉掌的 孝敬父母 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禽兽父母令你当辩论 女朋友 女朋友 我这现在 您这是 涫 喂 120吗 这里是金辉大厦 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 咱们律所什么时候 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 把一个老年人 气得心脏病发作了 这明摆着 他是要告我们 而且 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 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 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 那个抽烟的人 急火攻心去医院了 那个劝抽烟的人 被人家属给告了 那也没够应 嘟呐 什么嘟呐 老大 您别生气 您放心 肯定没事的 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都说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了 那他为什么住院了 他非要闹啊 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 医院也不好赶他 也怕影响不好 他的医药费你出 走 我旁贷 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 明白着 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 没关系啊 他喜欢住院 那就让他住好了 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 丽娜她爸上市苏了 丽娜姐的事在极客上 也炸翻天了 好多人在下面留言 你看 你们给评命理 自己女儿的家 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 具体是什么情况 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你们不知道 我这女儿啊 特别地虚荣 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 就没跟我联系过 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 她原来叫李小纳 她把这小子去了 这让我上哪儿找的去 不是我抛弃她 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 她躲着我 李娜在哪儿 她在休假 把她叫回来啊 她在海上 邮轮上没有信号 我不管她在哪儿 你扶她把她叫回来 你告诉她 躲不是办法 自然血清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 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来产生的 她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 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来终止的 我换句话说吧 我退一万步讲 她的父母要是真是个混蛋和罪犯 你都不能终止和她的父母关系 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 说 确实不公平 一个男人 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 现在年纪大了 又要求自己 伤害过的儿女 进行赡养和照顾 这不等于是 惩罚无辜的儿女 鼓励混蛋的爹娘吗 这是以德抱怨 对君子以德抱怨 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 你是打算以德抱怨 还是以牙还牙呢 那要取决于对方 是小人还是君子 我警告你 速战速决 对方可是弱势群体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咱们再欺负老年人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她 她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啊 百般的刁难啊 她生怕她的同事知道 有我们没个爹 鼓励说得好啊 狗不嫌家贫野 我是没本事 但我是她亲爹啊 她倒好 吃好的用好的 她洗把脸还得用 用一个什么仪器 我呢 她亲爹呢 她亲爹是 露宿街头 沿街乞讨 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朋友们 你们说说 有那么当女儿了吗 太没良心了吧 罗宾 你给我说句实话 这个戴希是什么来头 不管她有没有来头 我们都不能把她开掉 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不是我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是原本就是她的责任 是立伟正 是立伟正在那耍无赖 您我都知道 就算立伟正是个混蛋 你们家戴希 也不是吃醋的 这录像我看了 你想再看看吧 你让她看了 这位女儿 这位女儿 天下有没有 不是不可责任的 我跟她一样 笑诞是我们的 中华公司的传统美容 你不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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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 可贵的品质 强烈的正言 两回事 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 是两种品质 老大 如果我们把戴希开掉 那就是在跟律所 所有的年轻律师说 不要为律所卖名 明哲保身吧 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 而律所一旦有什么 风吹草动 就会把你拉出来 当替罪羊牺牲掉 你拿主意吧 你拿主意吧 你的高级合伙人 还没有通过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看得惯你 你 戴希 选择吧 谁负责 我负责 咱们又回到 当初那个话题了 你为什么要对一个 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冲动 而那时候是您 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冲动 而那时候是您 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 也冲动负责 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师 我可以 我可以 可怜的孩子 吓坏了吧 我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如果你被告了 你需要一名律师 我可以做你的律师 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 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 我为你免费 你看我跟你说啊 我跟律所里 所有的人都说了 不许就此件事情 发表任何的言论 也不许接受采访 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 不允许把它发到网络上去 那段录像啊 我看了 你不用担心 虽说呢 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 但是那段录像啊 充分地展示了 什么叫碰瓷 什么叫老人变坏了 他那天啊 是这么的 捂着胸口 徐徐倒下的 看眼睛 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 是这样的 不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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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老师 找律师找我 谢谢 别人 我建议啊 你跟戴希 最近最好躲一躲 别发声 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你的意思是 任由脏水破在我们身上 我的意思是 拖面自干 我没那么好的修养 你别误解我呀 那好啊 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 踢唾沫的时候 我一定建议你拖面自干 这拖面自干的书面意思 是说 别人往你脸上踢唾沫的时候 你脸上脆酷嘛 你呢 不把他擦了 让他自己干掉 但实际上呢 这是以典故 这唐朝啊 有个宰相 叫娄诗德 他呢 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 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 所以呢 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 跟他弟弟说 说我呢 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人妒忌我 在陛下面前敬我的谗言 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 一定要事事忍让 其地跪越 至今 虽有人唾某面 某侍者 素不为凶忧 翻译成白话文呢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哥哥 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痛 我就把他擦掉 就算了 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 娄诗德说什么呀 诗德优越 此所以为武忧也 人唾辱面 怒辱也 怒嗜之乃逆其义 所以重其怒 肤唾 不是自甘 当笑而受之 什么意思呢 他哥哥说 说这个呀 正是我所担忧的 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为什么呀 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 人家怨恨你 你拿手给擦了 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 你会加重别人对你的生气和怨恨 那应该怎么着呢 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你不去擦他 让他自己干掉 而且笑着把这事忍受下来 我这跟你说话呢 所以说这唾面自甘的意思 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 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你要笑而受之 我就想知道 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 武则天改唐为周 定东都洛阳为神都 这哥哥娄士德呀得到了重用 诸将入相屡见齐功啊 那我想请问 那个唾面自甘的弟弟又怎么样了呢 历史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必须就给我处理 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 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 无良律师的标签 不管你再做任何事 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 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 我不喜欢 这是你的休假神经表 这是我五年前的休假表了 依然有效 你从明天起开始休假 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 好 但是我有个条件 说 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 或者临时公投上 必要的时候 我会让你负全责 比方说 吊销你的律师执照